給此首牽手 全心建設香港 1994年當時 民建聯中委會決定要創作會歌 當時邀請了歐瑞強負責主理 並且找了陳永良負責作曲 鄭知名負責填詞 到了1995年 配合立法局選舉的街頭活動中造勢 製作了一首人聲版本 歌曲在街頭一播放就引來議論 找了張學友和梅艷芳唱民建聯會歌? 其實只是兩位神似的年輕歌手 及後為了少數族約會員都可以一同唱會歌 鄭玉成專門為會歌配上英文歌詞 要親身開創 齊心可將冰山花巨留與你 同開創 之後有見會歌不夠激情和戰鬥格 不適合在街頭造勢 所以另外製作了民建聯戰歌 《點子民主》這麼簡單 戰歌成為每次選舉造勢大會中 全場大合唱的必備歌曲 而這兩首歌曲 從此搬出民建聯 投身一仗又一仗的選舉大戰 民建聯青色方向暴力爽落 有點像民主這麼簡單 我們人氣壯 真誠為香港 民建聯青色方向暴力爽落 民建聯青色方向暴力爽落 民建聯青色方向暴力爽落